玉璃镇公所在没有取得环保署运输经费补助之下 造成长梁垃圾掩埋场保力龙堆积无法去化 而镇长龚文俊四处奔走争取后 获得环保署以及县环保局的正面回应 提供设置粉碎热熔机具 并将在年底前初步试办 为了解决玉璃镇长梁垃圾掩埋场 保力龙堆积无法去化的问题 环保署县环保局与中华民国保力龙再生协会一行人 大阵仗的来玉璃镇公所拜会 并与镇长龚文俊镇公所环兵所所长陈光耀讨论交换意见 环兵所长陈光耀说明指出 非偏乡地区的玉璃镇在无法获得环保署运输费用补助下 也无力将保力龙垃圾再运至结案厢保力龙资源回收处理 使得保力龙垃圾堆积在厂区内无法消除 对此环保署与县环保局也做出正面回应 当仓库在使用 那有跟现场的一位先生就是协调 那个区域有一半 就是装那个电表 三项电的电表 然后让我们摆机器在那边 中华民国保力龙再生协会与真公所达成协议 预计在112年年底前初步试办 将在场内设置粉碎热融机具 现场直接将保力龙垃圾热融剪击 镇长龚文俊乐见其成 高度肯定表示 公司部门携手合作符合减碳环保原则与效能 让玉璃镇环境更洁净美好 记者是越南玉璃镇采访报导